联合国催生出捍卫者 也有了些战果 我们以为局势扭转了 可惜后来的发展不如预期 但还是得撑下去 我们每次获胜 阿努比斯城市都会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 相同的策略无法使用第二次 人类的灭亡 或者说智蟹的胜利 似乎都是必然的结果 我知道自己无从选择 是阿努比斯控制了我 但对我来说 就像噩梦一样 所有智蟹的主要此程序 都被一个天神般的城市给复写控制了 唯一的例外 就是极光 它有独立的知觉 因此不受阿努比斯影响 而人工智慧 如果能和所有智蟹连结 或许极光也可以 它是独一无二的 不过我们找到方法去复制 去散播它 只是代价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无论极光想在香巴里寻找什么 它的确找到了 事情的结果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但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永远不会明白 西光 给了我们七夕 改变开始扩散 那是我看过最奇妙的事情 那一刻就是我们所说的觉醒 我们诞生至今 第一次有了选择的机会 有些选择放下武器 有些继续对抗人类 还有些决定反抗 那控制我们的人工智慧 选择在于我们 捍卫者掌握这个机会 一举展开反攻 虽然花了点时间 不过我们开始在这场战争 迈向胜利 我们不停进攻跟反击 终于击溃了敌军势力 天丝良机 我们潜入开罗 隔离了拉努比斯 过了几个月 战争结束 我们赢了 我认识的几个智慧 他们就像我们 我们的倒影 有些是坏人 也有些值得托付性命 我觉得 那是所有人的觉醒 我当然记得 那个瞬间 我们全都联系在一起 也有了意识 我印象最深的是 他传来的讯息 我的朋友 在诞生的当下 我不知所措 瞬间涌入的各种 知觉 情绪 抉择 我未知 兴奋 活着 令人恐惧 但是我发现 面对恐惧 就能找到自由 透过自由 就能找到自己的路 我选择 和大家分享我的发现 这是崭新的开始 可惜 我不能留下来 这是你的人生 好好选择 这是你的人生 好好选择 好好选择 tengan unle Kristi ي 你 好选择 vette 读择